为啥中国现在一直九九六 九九六也不是一直 现在国企里面大企业里面全安装好来的 你想着咱家工业化 刚这么长时间刚起来 就完全照搬CEO的 那些东西那咱家就上当了 咱家上当了 但是你个人立场是可以 一天有人喂你呢 是不是七哥说过 他们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比咱家惨太多了 还劳动力廉价 他们压根就不给劳动力钱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 工业化的死刑就270种 24小时轮班倒007 但是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 他们工业化走 你工业化的过程当中 你啥都要四眼旗你死定了 你要是受他们这个影响 你要不明白这里边的事 那你们我没办法 咱家这个比他们工业化过程当中的良心多了 要不然你就看看他们所有 包括美国 包括德国 包括法国 包括英国 他们工业革命之后 工业化之后 啥样的 你不懂你决限 你看看当时 什么叫圈地域运动 你给我搜搜英国圈地运动 直接给老百姓地圈了 一分钱不给 撵到城市里边催生工业革命 而且给你定 240个死刑犯 当时英国光监狱都割不下 送到北美 最后送到澳大利亚 给澳大利亚拉去80万罪犯 最小的才八罪 澳大利亚怎么来呀 全是英国拉过去罪犯 那就是工业 他们工业起家 不光殖民别人 自己的中下层 剥夺的更惨 这就是资本主义 他们都是学类史 这个你都不知道 你就随便一搜 都有这种资料 澳大利亚咋来的 那是英国的监狱 这都不知道吗 美国是闹独立了 后来不收这些罪犯的 英国把这份罪犯 拿澳大利亚去了 洗白了 洗个屁呀 在我这能洗白吗 七哥明白这些东西 这全地运动 催生了这些东西 资本派催生了这些东西 技术是复制呗 一个复制一个呗 都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的你要想躺 你要是想玩那种躺 现在咱家不是时候 得一带一路 把霸权全干倒了 一带一路延绳全咳出去 内卷没那么严重 咱家内卷就是霸权的问题 没那么严重 一点点的 才会实现这些东西 这玩意它有的过程 兄弟们 不能天上直接掉签点 咱家已经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 我就告诉你吧 只能说啥的呢 在这个大时代下 咱家用几十年 工业化进程 超过它一百年的 那是前五古人 后无来者 后无来者 对 澳大利亚是流放之地 对呀 这都不知道吗 这直播间背着 真有不知道的 澳大利亚就是罪犯 这帮罪犯 把毛利人全杀光了 英国下的宅 罪犯 把毛利人杀光了 北美也是英国过去的 把印尼亚人杀光了 玩的就是寸草不生 完了后来 澳大利亚后来 发现金矿 又过去一帮 完了 借了又过去到新西兰 这么来的 你还以为 澳大利亚是啥呢 你还以为那是 因为不是 为啥没杀阿三 没杀阿三 你再说一遍 杀阿三上千万人 就现在的孟加拉 当时 饿死就饿死一半 阿三 你看那个怂样 也经常造反 但是被英国屠杀 一顿大屠杀 啊 屠杀个八百回来 天天屠杀 还没杀阿三 你这不知道而已 还没杀阿三 没得少杀他 跟杀鸡似的 什么时候中国工作两天 度假五天 你就躺家吧 你跟个瘫痪似的 躺着吧 给你塞嘴里喂你 一辈子不用上班 天天给你发钱 你这种思维 不是明显的 被美欧洗脑了吗 高福利是个坑 巨大的坑 欧洲现在不就面临这个问题吗 人类就没有那种好事 我就告诉你 没有实现实美的 高福利早晚给国家的财政拖垮 整个体系干崩跑 美西方是靠着殖民掠夺 过上点上人的生活 他现在就再走下回路 马上就完毒了 经济不增长才是常态 哪有能保证一直增长呢 他们靠啥呀 老欧洲不是靠着殖民掠夺 整在这吗 你以为给他躺着那种就生活 那种完了 那种你废了 庞大的医药体系 加高福利 会把你国家财政拖垮 你军事都发展不良 科研技术杀都成不了 最后死的透透了 何况这么大个体额 14亿人 咱家工业化才多少年 西方几百年工业化了 以前那老英国呢 伦敦的是24小时 别说双修了 那是零零起 24小时轮巴尔盖 工业化刚开始说 现在美西方拿着他们那个优势 不是你工业化 说什么污染的这个那个的 让你遵守他们的那个福利 他就是给你挖坑了 想给你拖垮了 巴西阿根廷不就信了吗 工业化没完成的 就搞高福利 最后干成啥样现在 他们都几百年了 才形成了 而且是靠掠夺 上来你刚工业化 他让你跟他持平 这个世界发展是不均衡的 咱家是没靠战争 没靠殖民 没靠掠夺 发展到金钱的 一步步过来的 上来你要成套搬 他们的小百的国家 那种高福利 直接你的国家 可以宣告直接垮了 你还增长个屁了 你还增长啥呢 它是不均衡的 所以说你问出那个话 就代表你已经被西方舆论 给定上思想钢银了 你不站在国家立场 你站在你个人立场好事 吃饱喝足 人人都有私心 但是你要明白 这个世界发展是不均衡的 有些国家工业化 好几百年了 咱们工业化刚开始 直接按照他们那路走 你知道他们刚开始 工业化的时候啥样吗 那工人阶级 为啥出现苏联这个社会主义 就是因为他们对工人阶级 压榨太强了 西方高福利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苏联成立之后 二战打赢了 是因为苏联给工人阶级地位 他们才不得不分出点利益 给底层人 苏联解体之后 他们是把吃着苏联的解体红利 才要分点高福利 没分几天 你以为一个国家经济 能上百年 一时就这么发展挖挖快啊 你财政都不长 你拿啥去玩高福利 高福利是个坑 这个不可能的 这个东西 你欧洲接下来 你不管怎么罢工 怎么留原购都没有用 削减 高福利那是必然的了 因为啥 没钱我玩个屁啊 没钱怎么玩 你不可是摆着的吗 以前可以 现在呀 失去了俄罗斯的廉价能源 失去了非洲廉价资源 中东在一起打仗 欧洲直接嗝屁 你那么玩 你看巴西跟阿根廷 南美国家 七八十年代相当牛逼了 最后就掉入美西方 那个陷阱的被人护卫了 在工业化过程当中 直接玩高福利了 选举嘛 选举这个制度 是最 我七个告你 选举这个制度 最不利于国家 巴西那时候选 不管谁上来 拿啥糊涂老百姓 老百姓能听懂的是啥 只能是 我给你高福利 我给你高福利 不断的拿这个去吸引百姓 给他选票 最后上来的时候 你就往这边找 全是最后给财政投垮了 工业化没完成 最后土地全被 美西方资本给整去了 最后自己的百姓 进入到贫民窟了 不是你缺粮食 是人家的粮食 出口到全世界 但是也不卖给你 南美全是这么死的 他们现在的土地 表面看是他们的 其实是人家美西方的 当然人家买去了 给地图上看巴西 那景大八百五十万平方 你知道全人买去了 基本上 他们只是靠着工业化 靠着美国的这种军事体系 强承的这种 让别的国家强行复制 他那个所谓的民主自由价值观 你一旦复制过去 他的资本就会完全进入你 控制你的政客 源源不断的掠夺你国家的资源 政客以及政客集团 是配合人家美国霸权的 因为他们是少部分人 能得到巨大的利益 但是他们是配合着 整个资本主义 来掠夺本国的地层 这就是美国到哪都喊价值过 那原因 他巴不得你放开 放开我就进行 这就是买办集团 现在欧洲 现在就全世界多少国家是这样 太多了 就是美国为啥到哪都提这些事 为啥说我呢 美国为啥提 因为美国有优势 美国的资本是全世界最有钱的资本 它是玩竞争体系的 它是扣美元全球掠夺呢 只要你放开了 美国的资本优先进入 别的国家是不敢的 不敢跟美国竞争的 美国资本进入了 美国就可以持续在你这个国家吸血 你要是不听话 像伊朗那样的 推翻了美国的买办 把你为王朝 那美国直接把你封锁 封锁你办个世界 你不听话了 我就封锁你 你要是听话 你放开了 我全给你掠夺了 就这个点 其实就是半知名 他封锁完你 他抹黑你 大帝干寡头 那大帝家有那个实力 明明的干寡头 他们是拿大帝没办法的 你别的国家你试试 你巴西你要宣布土地改革 你试试 美国航母直接就开过去 你巴西 你要是给美西方资本里边 你敢这么唠壳 你是什么 不可能的 经济之名 对呀 所以说就是这样 老美同玩的 就得老美太明白 他那玩的 就是一切服务于资本 这帮老公之二狗子 天天拿着那个 七十年代的伊朗那个 女士穿着短裙的那个 照片可能定你的思想 那意思 被美国控制 你就有钱了 你就自由了 实际上 当时的伊朗市场 就巴列为王朝 那个小部分的利益集团 以及他的近亲的体系 被美国收买了 其余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行 但你要反抗 你就得用极端的方式 你不用极端的方式 老美 他还会给你击破 没办法 你想 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得用极端的方式 你就得用 武力 以暴制暴 把老美赶出去 但是呢 你体格不够大 伊朗虽然可以在中东 但是在全球来说 他不行 所以说 美国就打他 美国就围堵他 制裁他 美国当年制裁咱家24年 但是咱家是靠庞大的实力 他在越战当中 吃了大亏 他才被咱家放开 改开 不是你想开就开 老美沿着一句话 说谁也不能 上咱家投资 你就开不了 是老美在越南战争当中 不行了 没办法了 苏联工 他手 他只能拉拢咱家 咱家是打出来的